大家好,我是文哲 据调查显示 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中年夫妻 是处于无性婚姻状态中的 那么夫妻之间没了亲密接触 还会有爱吗? 听听中年女人的大实话 第一位张女士说 我今年42岁 自从怀孕以后就没有了夫妻生活 但我也是有需求的 但老公却从来不回应 十多年的时间我也曾无法接受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也因此跟老公闹情绪 我觉得他变心了 不爱了才不愿意碰我 慢慢的我冷静下来 开始懂得那句话 爱情最后都会变成亲情 老公其实是蛮好的人 对家庭对我都很负责任 这么多年来他也没有过二心 也许激情褪去话 爱情就会平淡如水 我不懂得那些爱情保鲜的方法 但是我懂得满足 清洽也挺好的 起码她的心还在我身上 第二位刘女士直言 自从和老公没有了夫妻生活以后 我们彼此越来越没有话题 也越走越远 我和老公已经无限婚姻六年了 而且三年前发现老公出轨 吵闹过后她依旧不承认 在夫妻生活的问题上我们也曾沟通过 但依然没有结果 之后在微信上 我认识了一个中年男人 他对我很好 是完全奔着需求去的 而且他有什么目的我不清楚 感觉他也没有很认真 但在无情婚姻中和他在一起 才能完全释放我自己 背叛自己的婚姻是不对的 但是我忍不住 没有性的日子真的很难熬 曾在知乎看到这么一句话 婚姻里如果有爱 那么性只占婚姻的10% 婚姻里如果没爱 那么性会占婚姻的90% 而且穆兴老先生有句话说的 很让人深思 性无能是小 爱无能是大 对于感情最大的伤害不是无性 而是缺乏交流 无性婚姻中最让人害怕的是什么 其中一方将另一方置于一种冷漠的位置 不交流长时间不交流处于无话的婚姻之中 两个人还会有感情吗 所以啊 不要让你的爱人跟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 却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了 今天文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观点 记得留言 请看